好,那接下來是FreeBSD的Ports Committer, 那個徐立文LW, 那也是一個非常active的FreeBSD的 Committer, 那他會跟我們介紹一下如何在FreeBSD上面安裝Python, 還有去管理Python還有它的Module。 好,那我們鼓掌歡迎。 好,我是徐立文,那我今天要講的就是Python行FreeBSD, 那下面這邊是我的E-mail,那私人訊息的話, 那就請寄到LW.org, 那跟FreeBSD有關的話就寄到那邊去, 對啊,因為其實我比較常搜FreeBSD.org的信, 那LW.org的話大概只有週末才會搜一下。 好,那故事是這樣開始的啊, 為什麼我現在會站在這邊? 對啊,那其實我剛換工作大概四、五個月, 然後在之前啊就是到處找工作啊什麼的, 然後那就會去一個很有名的網站, 找工作網站註冊啊, 然後看可不可以得到一些connection, 那個網站就是最近它使用者帳號和密碼被流出來的, 對啊,然後啊那個就是後來找到工作很快樂, 那過了一兩個月以後我也沒有把那個就是account關掉啊怎麼樣的, 然後有一天啊,突然就冒出了這個樣子, 對啊,我想哇,原來那個我有這麼多人想要找我去工作啊, 有這麼high嗎? 然後結果點進去以後發覺, 這個字可能有點小,就是我們主辦的那個勇於大大, 寫說我要來徵Python抗台灣的稿, 就這樣子一連發了十二封信,對吧? 那在中國歷史上有被這樣一連發十二封信的好像就是… 然後啊,那個那天晚上啊, 其實那個時候我人在日本, 然後對啊,但是雖然說人在日本玩啊, 那晚上回家還是要關心一下IRC, 因為阿宅不管到哪裡都還是阿宅, 對啊,然後就那個三月二十一的時候, 勇於大家就跟我這樣說啊, 那心裡想的是廢話, 然後我就說,嗯,可是Python就是, 我雖然是FreeBSD的Post Committer, 然後在FreeBSD的Python Team裡面,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再講, 就是常常會做一些決定啊,修改啊, 對啊,可是我覺得真正要拿上檯面的東西, 可能沒有太多, 尤其看這兩天就是, 哇,大家每個人講的都非常的厲害, 所以,嗯, 後來想想就是, 講一講去大概只有這個東西, 對啊, 結果他就回我這個東西啊, 說,如果是這樣子沒有技術的話, 我真的就無言了,對啊, 不過其實,嗯,我也蠻無言的,對啊, 好,那個說Python的packaging, 意思是大家很頭痛的問題啊,對啊, 那,嗯,我知道, 因為我也很頭痛,對啊, 那,就是想來想去啊, 然後,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講, 然後又看到這些東西, 那,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啊, 實際上看起來有點像是這個樣子, 對啊, 那, 所以啊,就, OK, I'll do my best, 好, 那,再下來就是說, 那個, 站在人員眼前的這位人是誰, 對啊, 那, 我的網路上的ID是LW許, 那, 我2006年的時候開始比較, 就是, 玩Python的東西, 因為那個時候是我大四, 那, 大四的時候那個, 就是比較, 比較閒啊,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跟, 功課無關的事啊, 然後那時候, 因為學校都是C, C++, Java等等, 那, 如果要做就是, 什麼網頁啊, 什麼的話, 用PHP啊等等, 那, 後來就覺得說, 你應該要找點新鮮的東西玩, 那, 以前, 幹壞事的時候都是用Pearl啊, 後來覺得應該要幹一些正經的事, 所以就找了一個語言來學啊, 那就, 玩Python, 那, 那, 因為那時候也, 不太會用, 其他的作業系統啊, 那, 從小就是玩FreeBSD長大, 然後就在那個, 就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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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FreeBSD上面, 用Python啊, 玩啊, 然後, 就發覺說, 嗯, 其實, FreeBSD的Python環境蠻爛的, 然後就, 那個, 之所以取之於, Open Source的社群, 那, 也要, 想辦法能Contribute的時候, 要Contribute Back, 然後, 就, 就那個, 就, 開始Submit Patch啊, 然後修改說, 欸,什麼東西應該要怎麼, 那個, run啊, 怎麼設定比較好, 然後, 在2007年的時候, 欸, 我們在這圈子裡面講說, 就是, 那個, 你, 亂span的issue tracker, 那最後就會被處罰, 就是, 你要自己那個, 得到Commit Bit, 然後自己去處理自己送的那一堆東西, 對啊, 就是2007年, 就, 拿到, Freebedee的Post Commit Bit, 然後, 也加入了Freebedee的Python Team, 那, 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 硕士畢業啊, 然後就, 留在學校, 在當那個, 系統管理員, 跟那個, 物人子弟的工作, 然後, 這樣過了一年以後, 就, 國軍Online, 那, 為什麼要講, 國軍Online, 特別把它放出來呢, 這個, 因為其實, 我後來算內算以後, 我工作以後, 的那個, Python的Commit量, 可能都還沒有那個, 國軍Online的那一年還多, 對吧, 那個, 嗯, 就是, 就是, 做了很多無意的事以後, 就會想要那個, 對世界再更有貢獻一點, 對吧, 然後, 那個, 退伍以後啊, 就在一家Stop, 然後, 然後, 做了一陣子, 那, 那時候, 那時候, 主要就是, 我們做那個, 那, 我做那個, Python的, 我們的Backend整個是用Python寫的, 所以那個, 今天Share的, 後面會講的東西的話, 大概是, 這一年, 欸, 前幾年碰到的問題, 然後, 那, 最近換工作到一個, 昨天有講, 比較, 用比較low的PHP的公司啊, 那, 所做的事情, 那個, 跟Python還有FreeBSD, 基本上, 嗯,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 anyway, 那個, 講了有點久了, 開場白結束, 嗯, 好, 那,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Python還有FreeBSD, 那, 首先啊, 就是還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什麼是FreeBSD, 那, 基本上, 大家應該, 欸, 就算沒有用過, 應該也聽過, 那, 那, FreeBSD的話, 它就是, 從那個, 欸, 最早的那個, UNIX, 就是AT&T Lab, 它那個, 的UNIX一直, 直系的傳承下來的, 然後, 後來由那個, Berkeley他, 在, 欸, 把它打包成一個, software的distribution, 然後, 這樣子, 一直發展到現在, 好, 那, 詳細的話, 可以看這邊, 那, 有誰在用FreeBSD呢, 那, 大家啊, 像現在, 很多人都會用那個Apple的電腦啊, 然後, 還有一些像BlueCode啊, Cisco啊, F5啊, Juniper, 這些網通廠商, 然後, Nap也是FreeBSD的很大, 一個很大的使用者跟那個, 贊助商, 然後, 甚至啊, 大家其實可以看那個, 如果家裡有PS3的話, 可以把它打開來看, 然後, 欸, 不是打開來, 就是看看它的盒子, 它其實裡面它也會講說, 它有用到FreeBSD跟NetBSD的code, 然後, 然後, 那個, 除了這些硬體商的話, 還有那個, 還有很多, 很大的網站也就是用那個FreeBSD, 那, Apache啊, 然後, 這個禮拜的新聞是那個Netflix, 欸, Netflix, 他們那個, 他們的Open Connector, 那個Appliance, 用, 使用FreeBSD, 然後, 再來, 台灣比較有, 比較算是有名的是PixNet, 然後, 那個, 那個, 那個幫他建築 kollegang, 一個很大的那個INT系統, WhatsApp, 他的Backend, 整個是用那個FreeBSD, 不過他, FreeBSD上面Rung的不是Python, 是那個Elan, 那, 被劃掉的, 好, 就不說了欸, 然後, Yandix是那個, 那個, 是俄國的一個最大的那個搜尖ühren, 會看到iri움 fan Chrome, 所以都做了一個Mac machine. 像Debian一樣是很多其他衍生Project的Foundation 比較有名的是像PCBSD PCBSD它就是一個Tude很好的桌面環境 所以大家覺得說VBD裝好就是那個都是Console 就是沒有圖形界面很無聊的話可以試試看 然後幾個Firewall的Implementation 然後NAS的Storage 然後就是用FreeBSD的Kernel 然後上面再RUN自己的Software層 好,那最後我們再來講講那個FreeBSD有哪些好的地方 那首先是它是那個BSD License 那這是一個比較Friendly的License 那我個人會比較喜歡它是因為那個人家 今天我開了一個Friendly的License 所以我開放出去的Code 人家要使用的話 並會受到任何License的限制 那有時候又覺得Public Domain實在是太無聊了 所以就 我放出去的東西大部分就是以BSD License 那Gone Layer是那個 是那個它的Storage的Modularized Layer 那這個東西跟Linux的那個LVM很像 那NetGraph的話 Gone是處於Storage的 那個NetGraph就是網路層的 那然後再下來還有就是GEL 它是一個LightWave的那個Virtual Machine 這個我們後面在開發的時候會再講到 然後還有就是從那個OpenSolaris那邊 繼承過來的一些 欸不能講繼承 是一些引迫過來的那個Feature 像ZFS跟DTress 然後還有一些安全的那個相關的Feature 然後還有就是現在9.0 我們加入的那個LLVM跟Client 因為就是我們想要創造一個就是 完全有BSD License 沒有那個就是相當Friendly 人人都可以自由使用的整套完整的作業系統 然後當然還有那個Pore Assistant 好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Feature下面那邊可以看 哇好像已經講了很久 關於FreeBSD的東西了 應該停下來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說 可是如果去掉FreeBSD的話 那這場Talk大概就沒有東西可以講了 那接下來的話 那這個事情的話 一直那個往後確實到 欸往前確實到 1995年8月8號的時候 那這個JKH 我記得他好像叫Jordan 那那個他把 他把Python加入 Port裡面 那這個人他現在是那個 Apple的 The rate of Vue The rate of engineering of Unix technologies 反正就是Apple裡面做Unix的老大 那他同時也是那個 FreeBSD這個project的 Founder之一 那他就讓 就是他說 在FreeBSD上要有Python 然後從此就有Python 然後從此就有Python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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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我們來講一下 那個Python Team 就是FreeBSD的Python Team 是怎麼樣子的東西 那他其實如果講MailLinList 那個MailAddress的話 有兩塊 一個是那個 有兩個 一個是Python at FreeBSD.org 那這個東西是 算是對外那個 對外就是討論Python issue 或者是說 那個他就好像是一個法人一樣 那個就是 那個負責說 一些重要Python的Port 例如說 就像Python本身 或者是他Depend到一些比較核心的Module 那那個Maintainer 我們就會填Python這個人 而不是一個特定的使用 一個Commeter 或者是Country Builder 因為這樣的好處是說 如果今天 有人就是特別的忙啊什麼的 沒有辦法處理的時候 那那個 只要是在這個Python Team的每個人 都可以處理他 那基本上 這個Address 是一個Alias 那他就Alias的到 一個MailLinList 那這個Python 那這個Python 就是專門討論 Python相關的問題啊 那這個是在2004年1月的時候成立的 那Archive啊 位置可以在這邊看 那這邊我們就主要 maintainPython 跟Python-relatedPorts 但是除了兩個東西例外 一個是QT跟GTK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直接找那個Gion Team 跟那個KDE Team 來做負責 因為像Gion Team的話 就是整個GTK相關的Port 就全部他們來處理 那KDE的話就是 當然QT還有KDE整套 就是他們來處理 好 那當然就是常常他們有時候Porting的時候 像那個 因為這兩個系統他們都使用Python非常的深 所以那個 我們兩個team也會常常的交流 好啊 那那個Wiki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會 因為 就是 就是 要正確的列出說 那個 到底哪些人是在Python Team裡面 因為那個 這個在 前幾年有吵過 就是 到底怎麼樣你是算在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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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的人 然後後來就是 大家討論了很久 就是說 OK 你要寫在那個 就是Wiki上面才算 就是誰有那個 這個權限可以決定事情 然後上面會寫一些 Action Item啊 或者是那個 聯絡的資訊 然後在 Freenode上面有一個 Rc Channel 好 然後 那 Python Team還有一些朋友啊 像是 Rope Team啊 那個 最近 最近成立的 然後那個 所有FreeBSD的那個 Mail Link List的話 那個 我們到 就是 以前在那個 學校的時候 我們都把它轉到那個 這個BBS上 所以這個 上面有archive 而且 BBS的 看 Mail Link List的界面 感覺 對 比直接去 Mail Link List的 archive上面 容易 親近一點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 那個 Python Team 有哪些人 那 其實 最早那個 2004年那個 Founder是最上面 那兩位 Alex跟那個 另外一個叫 Perky還是什麼 我也不會唸 但是韓國人 那這兩個 他都已經宣告退休啦 那剩下的八個人 其實 有四位都是台灣人 那所以那個 如果 台灣人 對 Python on FreeBSD 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 欸 就在FreeBSD上 Rone Python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找我們 大家都可以 很快就可以處理 好 那 接下來的話 那個 就講一些 比較基本的東西啊 如何install啊什麼 這些 因為 歷史的東西講完啦 那接下來 會比較就是 偏向 System Specific的 那 那個 這邊可能就講得比較快 因為這些 比較複雜的東西 可能大家不是非常有興趣 那 就是 可能就簡單的帶過 那個 其實後面 這邊才講到一半 還有30張頭一遍 對吧 那後面就是我們很快 來講就好 那 Install Python FreeBSD 那 那 最簡單的話 也不能講最簡單 最多人推薦的方法 是那個 從Pose System 裝 那就 進到 那個 Python的那個目錄下 然後就 Make Install Clean 這樣下去以後呢 其實不是事情就好了 馬上就會跳出一個 叫你選東西的 那 用Pose System的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調整 各式各樣的那個 option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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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這邊 列出來的是 預設的選項啊 像是 要裝那個 extample啊 然後 我們要啟動 IPv6啊 然後 它 它 要不要用那個 thread的 support 然後 它裡面 unicode的編碼方式 要怎麼樣的 這些都是你安裝的時候 你可以選 好 那 這樣子選好了以後 按下去 可以幹什麼 就可以開始出去玩樂了 因為那個 compile要等一段時間 那 其實現在的電腦都很快啦 裝Python不會太久 那 所以 再下來以後呢 就可以 快快樂樂的用Python 好 那 如果 我很討厭compile怎麼辦呢 那 其實那個 裝軟體的話 有兩個方法 接下來的話呢 還可以直接用 Page System 那 很簡單 就這樣一行指令 pkg-r pkg-add-r-python 這樣子 就馬上可以用Python了 對 然後 那如果覺得這樣子不夠快 因為它這個預設的話 是去美國的 就是 FTP.freebd.org抓 那其實還可以再快一點 就可以設 這兩個環境變數 只要設 設 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你可以直接設 Page Root 那這個有時候 你會抓到 就是 因為你可能會用 不同版本的 那 就是 FTP.freebd 它除了版本以後 還會有那個branch的概念 就是什麼 Current Stable Release的版本 那 的那個branch 所以如果要精確一點 抓到就是符合你的話 我們可以用 第二行指令 就是set這個 很複雜的那個 的位置 反正就是 複製貼上就好了 然後一樣 pkg-r就好 好 然後 那個 在 將來啊 會有那個 pkg-ng 那這個東西 那個 它是跟Pose System相容 還有那個Page System相容 它會取代那個Page System 那它會成為就是 新的PageG的模式 那這個東西 就比較像 那個 Debian或是Ubuntu的那個 apt System 那 就是在處理 就是 全部都用Binary Package的方式 安裝 那這樣大家也會方便一點 就是如果我今天只要很單純的使用 建立一個Python的環境的話 這樣是最快的 好吧 那 可能就會說 對啊 我為什麼那個 全部都要從那個 從頭開始Compile呢 對啊 因為這個就是 就是 可以讓你的 就是在你的系統上做最佳化 然後還有就是可以 像我們剛剛看到 從Pose開始Build的話 可以Customize Build的Option 然後還有就是 讓你可以很容易的那個 如果你今天想要裝Python 在你的系統上 但是你又想要偷改一些東西的話 這也是一個 就是從Source開始編的話 是比較方便的 甚至有時候 我們要做那個 Python本身的Debugging的時候 那 因為 前面那個只有講說 Mac Install 其實Mac Install 背後還有做很多的步驟 那我們可以先把那個 Source Code解開 然後 放上那個 特殊的Page 就是 3BD平台專用的Page 以後 我們再做一些 我們自己要的Page 那 這樣的做法 就可以 像 我今天公司要做一個產品 然後 裡面要帶Python 但是我這些Python 又要自己 做一些特殊的修改 可能基於 功能上 或是安全性上的考量的時候 這樣子做的話 你可以Build自己的Package 好 然後 對啊 就 我們剛才講到說 我們可以Build自己的Package 對 那個 那個 如果說我今天 只是裝一台 或是在自己的電腦上 玩一玩這樣很OK 那如果今天有一百台電腦 我每一台都要這樣搞一次嗎 那個 完全沒有達到節能減碳的那個 的 的 的理想 那 就 只要那個 除了剛才前面那個Mate Install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就是到Pose下面打 Mac Package 它伸出來的東西其實就跟之前那個 我們officially build好的Package 是一樣的東西 那這邊你就可以做上自己的Patch 做上自己的選項 然後伸出來這個東西以後 就 大家再去安裝就好 好 那 這邊就是 Python 那個 其實我們剛才 Python這邊只是一個Meta Port 它後面就會 Depend on到非常多的那個 不同版本的Python去 然後還有就是 像 我們 可能會有人要用PyPy 用Json 用Ion Python Ion Python Ion Python 這個東西還有再繼續開發嗎 我不知道 然後或者是IDE的話 有那個 iPython 好 然後 那個 這邊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 很快講過去就好了 那個 那 我要 就是 現在 Freebit D Python 它預設的版本是2.7 對啊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東西不滿意的話 你可以設定說 OK 我Default Python的Version 就是要 那個 像我們現在有2.4 2.5 2.6 2.7 3.1 3.2 這個 這個 大家可以自由的選擇 那第一個裝進去的話 那個 我在 應該是2年前吧 我把它修改成就是 第一個東西 裝進去的Python的Version 就會變成你系統Default的Version 那這樣子可能在開發的時候 或者是我要 今天我 跟其他東西有Dependent到的話 我希望就是我的系統就是 使用單一的Version 這樣會比較方便 好 然後 那 當然 系統的Default Version以後 還是有可能 有些那個 Package 會要有特殊的那個 特殊 就是特殊版本的需求 像 現在比較有名的例子 是那個 那個 Google Google的那個 GAE 那 GAE的話 它 就 雖然說它2.7也可以Run 但是它還是一直 綁死在那個2.5版上 就是 它 基本要裝的話 Default會2.5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那個 在Make Install的時候 前面加這個參數 那就可以說 OK 我這個東西裝進去的話 我要把它裝 哪一個版本用的 因為 如果 對那個Python的 Package的那個 Install的路徑 有了解的話 它就是 會再放到各個版本的 那個Site Package下面 那這個東西就會 自動的幫你處理好 版本的問題 那 那 要講的話 這個其實沒有做得非常好 那 因為像 有些 那個Package 會做 會install東西到 並下面去 那這個東西 現在還在討論要怎麼做 因為像 有些人是覺得說 我就 像 後面 如果有時間 會講到那個 Coverage 這一個Package 那 PyCoverage Coverage 這一個 這個程式呢 它就會裝一個 Coverage的那個 Squip 到並下 那如果我今天 每一個version都要使用的話 就會 在並下那邊就會打架 那 基本上 我會覺得這種東西的話 你就用那個 全系統 Default的就OK了 好 那 接下來 就是 那個 一個大家都會問到的問題 說 那個 那邊 就是已經有了 This Utilities Set-up Tool Default 那個 還有 現在大家都用那個 Pype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那個 自己 做Python的Ports 那 這個有一個好處是 有更深的那個 系統的整合 那 那個 然後還有就是 你在 那個 自己開發的時候 或者自己在測試的時候 用einstall 或者是 Pype 這個很方便 但是在Deploy的時候 你的環境其實是 很複雜的 那 那個 有 像說如果我們要裝 ReviewBall啊 Track 這種Web Application 你 除了 一堆Python Module以外 你還要處理那個 Web Server的問題 那今天那個 Deploy的話 不是只有把Python Code 推上去 你今天可能 那個 Web Server的 Code的 Web Server版本要升級 Config要調等等的 那 如果你全部就是用 一致的Package System的話 你對於那個 第一線的 那個 使用者 的那個 的 系統管理人員 是最方便的 好 那 接下來的話 這些可能就 比較 就是 跟 RUN Python 然後 這些就是 跟 跟其他系統 沒有什麼不一樣了 然後 那個 就是 就是 使用 Virtual EMV 跟 Jenkins 做 Ci 那 之前我們公司 是這樣子做 然後 Virtual EMV的話 你就可以 create出一個 Pure的環境 給 那個 給 就是 接下來要 Deport出去的程式使用 然後 那其實 這樣做 還可以把它做得更快一點 就是 你那個 Virtual EMV的話 還可以配 還可以 還可以 就是 Virtual EMV 那個整個獨立出來 一個Job 它Build好一個 整個要 RUN的 Module的那些環境出來以後 再給其他的 那個 Project使用 好 然後 那個 開發的時候 那 那個 我們 這兩天都看到 大家使用那個 ZFS 不是 使用那個 Virtual Machine 那如果因為 成本的考量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 Leverage ZFS 跟Jell 那Jell 它就是一個 很Lightweight的 Virtual Machine 它就是造一個 取root的環境出來 讓你可以在裡面 獨立的 有自己的權限 自己的process 的管理 等等 那個 Jell裡面的root 跟外面的root 是 權限是分開的 好 那這個東西 配合 ZFS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 開發的環境的 那個 像我今天可能是 一個人開發 那我就造一個 Jell出來 然後再下來呢 那這些我們就 看過去就好 然後再下來 第二個人進來的時候 怎麼辦呢 我們就 那個 把我們現在的 那個Jell的環境 把它snapshot成一個 Milestone 1 然後再下來就是 直接把這個東西 clone到 Jell 2去 我馬上的那個 在 系統講說 我要那個 多增加一個 Jell 2出來 就是 修改一下rc.conf 然後 那個start 我馬上就有那個 另外一個開發環境 給新進來的開發人員使用 好 那再下來就是 嗯 最後 run 那 這個 好 那 我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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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 那個 那 然後 stap 那個 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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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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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個 intelligent 那就是要把它多開幾個 好不好 那最後就是 那個如何做FreeBeat Deports 其實這一塊我一直掙扎了很久 東西 那最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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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不要講 因為這個東西放在這邊講 可能就是幾張投影片 而且馬上就是需要非常久的時間 那 那如果只是帶過去的話 大家可能也 也就是 沒有什麼感覺 那可能就是簡單的說 一個Port它就是由這四個檔案組成的 然後一切都是在那個 Make a File裡面的那個Magic造成的 所以 前面就寫寫說 這有什麼東西 然後 它的名字叫什麼 然後 它要用哪些東西 然後 最主要它Include bsd.pork.mk 那個 一切都有魔法幫你處理好了 不是魔法 那個 其他 比較資深的Communters 好 那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後面 Submit Check的這些 可能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沒辦法講了 然後 然後 最後 最後 對阿 就是我在Yahoo工作 那我們有在真人嗎 有 那個 工程師嗎 我也不知道 不過 我們最近在真的是 叫做CEO的職位 好 那 那個 大家有沒有問題 有人有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嗎 好 那我們就是 再次掌聲感謝 許維倫帶來的精采演講 謝謝 好那接下來是 T break 時間 那大家可以出去 享用那個 茶點 然後請在三點的時候 再回到會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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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